今天ET国股推介第一个精选港股是回控5号 回控今星期二会公布第三季的业绩 期内有美国加息步伐提出 预料可以舒缓俄乌战局 以及因为英国首相卓维斯政府推出的迷你预算案 引发英港危机所带来的冲击 卓维斯已经在上星期四宣布辞任保守党党会 暂时留任首相一职 直到选出这个继任人选 令到英港危机缓和 有助汇控的股价反弹 事实上随着全球不少国家的经济活动逐步回复正常 汇丰的工商金融业务 经调整税前日利占比 由2020年疫情严峻之时的大约15% 回升到今年上半年的33.5% 数据上按年上升11.4% 在四大业务当中唯一在上半年有增长的业务 另外美国联储局今年6月起 将每次加息的幅度增加到0.75厘 第三季度淨利差预料会扩幅到1.49厘 在经济活动回复以及加息幅度增大之下 券商平均预计汇控第三季的正息差 将会按年上升0.3厘到1.49厘 淨利息收入按年会上升23%到81亿9千万里元 不过俄乌战局由今年2月起困扰金融市场 加上美国加息提速加剧去杠杆化 以及近月的英镑危机 令到投资市场气氛转差 为汇丰的非利息收入 欧洲业务兼上不明朗因素 并引来潜在的撥备增加 汇兑以及公稳值验动亏损等等 报成也预期 随正利息收入以及正式差外 其他财务指标将不会有太大惊喜 花旗说第三季内英镑兑美元倍价 贬值大约8% 预料汇兑因素仍会影响汇丰英国业务收益表现 汇丰出售法国业务 可导致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减少0.3% 综合以上因素 券商平均预测汇丰收入由今年起回复增长 主要有正利息带动 至于季度股息 预料要等汇丰普通股一级资本比率 在明年止跌回升才可以恢复 由9月以来 券商给予汇丰目标价平均值大约61元 但汇丰上星期收报41.55元 高出大约4.7元 不过估值收复需时 读者除了长线收息 以它为等待估值收复外 短期和中期可以用50元为关口 读者不妨等待汇丰回到40元级资本 但应该定在36元 第二只推介港股是月海投资270元 主营供应东江水道香港的月海投资 2023年预测股息率接近10里 在熊市当中可以为股票组合增添防守力 月海投资2021年全年派息是每股60.71港鲜 股息率达到9.4里 今年中期派息是每股18.71港鲜 按年上升3% 汇丰环球研究及花旗都认为股息可以持续 涵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月海投资今年的股息率有9.7里 明年就有9.9里 汇丰环球研究指出 月海投资管理层重新 每年2%至3%的股息增长指引 主要是受到香港供水协议 以及深圳和东莞大利的收入所支持 月海投资股价已经跌了不少 反映市场对公司房地产业务风险的忧虑 花旗认为当中风险已经被大幅计价 公司物业业务的利润组合 由2021年的36% 缩减到2022年上半年的13% 主要是来自租金收入 物业风险应该已经是大打折扣 综合多家券商的预测 最新平均价是9.74元 但上星期五收市价6.49元 高出50% 建议在6.3元买入价 目标先看7元 狗就适宜自舍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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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